简谱简谱到现在还有很多同学跟看天书一样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从零基础学业学节目 学部会你来找我 建议大家收藏起来慢慢学习 记得关注 首先在左上角都等于声C 代表是一个声C调歌曲 这个锦号代表是个声号 声高半音的意思 那么这个61在我们谱子代表歌曲的速度 速度就是快慢 就是我们这个歌唱的快一点 还是说慢一点 那么这个像分数的就是我们的节排 这个是四字排 这个是四二排 以四分音符为一排 每小节有四排的一个市场 这个代表每小节有两排的一个市场 它们两个同时出现 代表咱们这首歌 这两个节排都可以出现 那么我们来看咱们简谱 在谱子里面上面这个弧线代表是连音线 就是要把音符连在一块读 你看也是一个歌词 多个音符的效果叫一词多音 那么数字下面有加点的有加线呢 怎么回事呢 注意数字下面加点就是我们低音区的体现 它的表达就是数字下面加一点 那么高音区呢就是数字的上面呢 加上一点 大家要学会区分 那么我们来看数字下面一条线啊 我们谱子当中单独的一个音符呀 它是一盘 那么加一条这个线 这个线叫简实线 大家把简实线打出来 这个简实线作用呢 就是要减少上面音符原来的一半 原来它是一盘 减少一半 就是半盘 思路清晰 那么你看这个拉加一条线 就唱够一半就可以了 那数字下面加两条线呢 就是在一条线的基础上 再加一条简实线 再给它减少掉一半 那再减少一半就半盘一半嘛 会加法吧 两个加到一起喝到一块就是个一半 所以你看 他们的表达就是大大大 这叫前八后十六节奏 那么两个音符一条线呢 就是我们按照刚才一条线讲的 一下一上各唱一半 那这个拉咪骚呢 大家看到这个六是一条线 是个一半 这个骚啊 也是一条线 也是一半 那么中间这个咪呢 它是单独的一个音符 就是一盘啊 我们这样句话 你看大大大 所以说我们学简谱呀 其实不难 你要先把节奏型啊 先给它剥离下来 我们数字当中这个竖线啊 它的名字叫小结线 这个小结线呢 就是用来间隔小结用的 一般呢 两条线之间呢 就为一小结 那么数字后面加一条杠呢 叫做增实线啊 就是增加前面这个音符的一份 它是一盘再加一条线 再唱一份 另外这个增实线最多啊 我们加到了三条增实线 你看这个数字后面加三条增实线 代表呢 整体唱够四盘 它呢 也是我们的全音符啊 整体唱够四份就行了 另外我们看 数字当中会加个点 这个点的名字叫辅点 这个辅点音符呢 就是要延长前面这个音符的一半 这个咪呢 是一条线 对吧 是个半分 这个点延长它的一半 就是半拍的一半 我们到这里 后面这个咪两条线 在边上 读法就是 大大 大大 那么数字左上角啊 加一个音 它呢 叫做以音啊 这个以音就是个技巧音嘛 快速演奏 Dorei Dorei 快速演奏 那么这个V呢 叫做换技符号 意思到这儿 我们要换口气就可以了 那今天讲这么多 你学会了吗